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及SHARE 最近開啟小鈴鐺等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力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今日給單新聞嚇到心都來一來 即是長實位元朗洪水橋以駕燕樓的LEOS 將會今個星期日即19日發售28伙 郭子威表示這批單位最多減價32% 以吸引價錢億買家 將會今個星期日以先到先得形式發售 包括有14伙分層單位 節色價由299萬9至645萬2 節色赤價由12417元起 還有14間層層疊趣花園複色湖 節色售價由1131萬至1283萬6 赤價就有14353元起 以分層重推的單位 較首次公開發售時減價最多大約25% 而花園複色湖更加最高減32% 將會今個星期三 開放現樓示範單位給公眾參觀 整個盤前期買得不錯 總共有341貨買了313貨 分層單位還賣光 但近日錄到15宗的特定個案 如果扣回總共賣了298貨 剩下14貨分層單位 和29貨花園複色湖 因為當時高位賣樓 雖然有大幅減價 但折實赤價最便宜的那家也12400 大幅減價對詳實來說 都不是大新聞 但郭子偉強調 全數單位完成交樓程序 項目錄得15宗的特大訂個案 如果買家未能完成買賣合約 單位重售後 如果以較低價錢賣菜 集團會向買家追討差價 今次是這輪跌市 第一個發展商 開宗名義說會追差價 我相信未來其他發展商都會仿效 個個輸五隻十隻就啪啪拉有酒 發展商自己都頂不住 一早預期會殺雞儆後 而這些壞事就留回詳實來做 看回NEOs 日前的15伙撻訂單位 其中有14伙單位 只是給5%臨時訂金 簽目正式買賣合約後 每隔90日即3個月 給1%的樓價 交足午期 去到450日 如果90%樓價 就去到膠樓才走 這個滴滴金庫款方法 大家是否覺得好熟 Blue Coast就是 這些就是幫緊一時之間 連10%訂金都掏不出的買家 正所謂上車就容易 下車難 其實近這十幾年 發展商很少追差價 主要是因為市況好 而且不想臭朵 但是現在那麼多人玩串的party 兼且市況又差 當然是人窮私救債 而追溯期有6年那麼長 你不知發展商幾時會出牌 買家就好像背著計時炸彈 最好這一類的買家 就做好資產配置 不要再買樓 如果給他們發現 當然你打訂後再買其他樓盤 就很大機會動來 而還有一類要特別小心 就是發展商出高擁和高現金回贈的單位 他們會將免價積高 有些去到30-40% 但這些回贈都要根據合約成交才會發貨 如果晚家中途打訂 發展商劈價重授 追是追你的免價 到時走路都不行 黃年更苦都要吞掉 另外再有名人出貨 就是前財經事務及庫房局局長 陳家強 他太太和兒子聯名持有位 西半山惠豪國 一座中層F室 兩個成交市價五年相差 105萬 相等於7.2% 另外我們早前也有講過 位尖沙咀著名劏場首都廣場 有位於二樓74呎的劏舖 在3月底賣了10萬元 原業主持貨11年 賬面競竊 下跌97.5% 創立年紀錄 而這個買家也隨即拿上拍賣行 以35萬開價 現在看到田土廳的登記 原來在上個月中 已經以42萬8千元賣出 即持貨不足一個月 賬面獲利32萬8 賺幅達3.200倍 成交是不是假呢 又沒什麼必要 為什麼又會有人這麼笨肯接貨 唯一一樣東西我肯定 稅局很快會找業主 另外今天何伯和何太 再上東章 他說連日來都有看扶評 何太更加看了幾千個扶評 看到凌晨4點 何伯說這樣被人罵很心痛 他們是瘋狗來的 根本不知道我家事是怎麼發展 信了反對派 這5.5億子女 你們知道我小女兒捲走我的錢 我帶錯了他們來這個世界 他們想我死 根本就是想我死 錢給他們5個人分 每個人分90萬 代代平安 既然何伯都認為自己是帶錯了他們來這個世界 每個人賠回90萬就算了 何太就說他被反對派針對 就算那個女人不是我 他們一定會反對 因為爭產 他們先下守衛強 捲走我老公的錢 現在連伙食都沒有 戶口只剩4千多元 他拿著標叫我當我不要住 免得被子女說我騙他的錢 我好注重明星的 邪不能勝正 至於被問拿100萬做些什麼生意 何伯就說生意大有大做 細有細做 何太說會疼老公的錢 拿著100萬出來先 就著就著那些開支 看一下搞成怎樣 我都想賺多些錢 回來和他一起享受 嘻嘻嘻 被問到如果虧了怎樣 何伯就說虧了就算了 預了的 我有450萬 100萬就當是士金石 而網民質疑何太貪錢 何太就說他們太膚淺 被問到喜歡何伯什麼 他說他捨得洗 我就覺得幸福 試問有哪個女人 不希望找一個愛惜自己的老公 那些女網民應該要羨慕我 有個這麼愛我的老公才對 何太還自白自己18歲的兒子 曾經透露不想讀書 想出來打工養何伯 說到這裏何太有進步 突然哭了出來 主持人問自己會不會出來打工養何伯 我一定會找到生存的方法 我老公不會讓我一個人出來打工 我現在無論去哪 我都要帶他 或者會回大陸擺個當 在街邊煎牛扒給人吃 不過我都會帶他 而且他澄清有部分手袋是A貨 有個母牌Kuchi 價值600元 還有300多在大陸直播間買 朱鏈有2萬多自己買 他還拿給人看可白情人節送給他金手雅 他說有4兩寵 價值10萬 他這麼疼我真是很難得 有人肯為我這樣花錢 其實他們的關係只是建基於可白肯為他花錢 而可白也覺得無所謂 已經這麼大年紀 難得找到短暫的歡愉 我就在想 他小女扣起那450萬 會不會有部分是他媽媽的遺產 如果是這樣會心理不平衡 媽媽死慳死底 死了之後你拿錢來溫女 如果不是這樣 錢真是百分之一百可白自己賺 如果我是他的子女 就算現在扣起了他450萬 我都會跟他落個丟 每個給他兩萬元的生活費 放請個工人來照顧他 兼有額外服務 就算將來上到法庭 都有多些抗辨理由 我相信他女人不會就這樣算 再來跟著有二手的涉案 第一家就是利奧芳 西岸 二座中層L 197呎 賣了300萬 車價達到15,200 業主在2021年 以494萬9千元 在恆基一手買入 次貨未夠三年 賬面虧了194萬9 相等於39% 這個盤真是輸死人 我看到樓上有單位 成交價是530萬 第二家是大埔庫營門 有間二座高層B室 949呎連一個車位 賣了1180萬 車價達到12,400 業主在2016年 以1432萬買入 次貨百年 賬面虧了252萬 相等於17.6% 第三家是保庭地價 居玉馬安山錦龍苑 有間A座高層10號室 554呎三房 賣了530萬 車價大概9500 業主在2018年 用了593萬買入 次貨六年 賬面虧了63萬 相等於11% 第四家是馬安山 星連海 以A座中層B室 1660呎海景 賣了2680萬 車價大概16100 業主在2018年 用了3166萬買入 次貨六年 賬面虧了486萬 相等於15% 今天就暫時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 LIKE 和SHARE 最佳開個鈴鐺 讓新片出來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 麻煩頂到尾 賬面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